许多语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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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好 其实我能来这个论坛完全是一个Occident 是个意外 就是上个月我去福州的时候 参加了中国计算机大会 有一个IT精英女性论坛 做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 认识了广州超算中心的主任卢语彤教授 也是个女教授 然后她就跟我说 就有一个人工智能和电影的论坛 请你去讲一下 当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因为我太想跟她一块做高性能计算的项目了 但是当我定下先来准备讲稿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 人工智能和影视 这种跨界的合作也好 或者是互动也好 有两个基本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彼此看见 就是像今天一样我们能面对面 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有对话的共同基础 就是彼此说话得互相听得懂 可是对我来说电影我基本上是不懂电影的 我平时基本上是不看电影的也不看电视 所以对我来说好在呢就是做科学研究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挑战 尤其是挑战自己 所以我就定下先来想 这一个月里边疯狂地看电影 看了电影之后 我今天就是想 我看的所有电影都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所以我就随便说几句 我看到的这些电影 其实说起一个笑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看电影 我在香港读PhD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男教授跟我八卦另外一个女教授 她说谁谁谁说了 说电影那都是假的呀 还有人看了会哭 我正想鼓掌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男教授一脸的这种没文化的这种表情 我就打住了 其实我心里说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做别人的梦 我为什么要看别人谈恋爱 我干嘛不自己去谈一场恋爱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不过今天我不想说这个话题 那我们一般来说做研究总会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我今天其实这个关键想说的是三和四 就是说未来电影嘛 肯定就是现在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就可以开脑洞随便想随便说 那还有就是我看了这么多这个电影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未来 到底这个科技的发展 什么是我们的期待和恐惧 那在说这两个话题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我想了想 我还是看过一些电影的 三十年前 就是八十年代我在伟大亚上学的时候 周末没有事情 那就是一年级 二年级看电影 三年级去舞会 四年级跳到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就两个人去看电影和去舞会 我想 我想看了那么多电影 其实三十年之后我只记住了三个画面 就是这个 这是豆瓣网的 豆瓣网的 我忘标注了 回头要加上 就是混沌蓝桥在那个火车站 后来女主角看见那个男主角的那个画面 那整个电影我都忘了 我就记住这一个画面 因为那种 就是那种私心的感觉现在还在 她说这个话 我记得当时好像那个男主人公说 诶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第二个 诶 上一个 第二个电影是那个合法婚姻 就是最后一个画面 一辆这个 一辆有轨电车定格在那里 然后字幕说男主人公正完了 就那一刻我觉得好像 好像所有 这电影的全边都是铺垫 就为了等待这一张 这个阵王的通知书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血洗乐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应该大家都看过 我假设我们在座的人 是指导所有电影的 那这个电影是我 它在美国叫西部世界 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 包括我最近疯狂地在看的人工智能电影里边 没有一部电影能超越这部电影的 在我看来 一个研究人工智能的 这个IT女教授的眼里 没有任何一个 现在的电影能超越这部电影 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想象 还有画面 还有这种 它去感动 所以这个画面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我想这个 其实我摆这几张 我就想这个电影到底是个什么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看电影 花这个时间 我想说的就是 无论现代科技怎么发展 一个动人的故事永远是最重要的 那我后两次特别密集地看电影 其实都是为了跟我的研究 就是跟我要做的工作相关 第一次就是十年前 我在开设这个生物特征识别课的时候 因为我本人是研究这个生物特征识别 就是掌纹指纹 人脸识别 还有尤其是在做这个手指静脉 也就是手指这个皮下的血管的分布图 根据这个图来识别你就是你 现在很火的这个人脸识别 包括我们也做耳朵做各种 所以我就开了一门课 叫生物特征识别 但是这个枯燥的这个讲这些内容 可能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所以我就拼命地看了很多科幻的电影 从中去寻找这个跟生物特征识别相关的镜头 那么结果就是 史密斯夫妇的这个第26分钟20秒 有个语音识别的画面 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第11分钟有个红膜识别的画面 这个真实的谎言 第20分钟38秒有一个扫描手掌 扫描这个身体和这个手掌的一个融合的画面 国家宝藏第37分钟有一个指纹识别的画面 《极限特攻2》2分59秒的时候 还有是1分1小时17分的时候 有分别出现了手掌和红膜的画面等等 那么这个其实 但是所有的这些电影都是外国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没有看过特别好的中国的科幻片 那这次我也看了一些电影 看了这个《人工智能》《我机器人》《机械机》 它后面几个不一定是《人工智能》的 这个它跟有点关系 但是没有那么大关系 我就想 我就想一个吐槽一下 在我这个畅想未来的之前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电影 我自己的观感 从一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对这个机器产生感情 还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买了一个毛绒玩具 你都会爱不释手 所以 但是 从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 和对它的未来的预测来讲 我其实对这个结局是不太满意的 我觉得这个结局太悲观了 这个《我机器人》 这个《我机器人》 其实我对它的观感是这样的 就是 机器人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 科技的发展 可能会产生这种生物和机械的结合体 这个倒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可能 就很难 很难来判断一件事情 他该做不该做 这个人该杀掉不该杀掉 等等各种的这种 伦理的 道德的 这种考量 这还只是一个手臂是机械的 如果脑子有一半是机械的呢 如果有植物芯片呢 那这件事情 其实它比一个 纯粹的一个机械的机器人 我觉得可怕的多 在我的眼里 那么还有就是 我要大大的吐槽一下 这个导演 是吧 他看上 他就是 不论他出于何种考虑 他说 这个科学家 这个发明机器人的科学家跳楼了 我看到的好几部电影 至少就在说这个 研究机器人的科学家该死 这件事情 我想非常那个 促操一下 一会儿我会集中说这个事儿 总之 这个电影 没什么情节 没什么情节 我觉得 这个 这个导演再次让开发者和测试者 通通都死掉 在我看来 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结局 是不利于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结局 对 这个是赫 就是他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主要是说这个语音识别 这个 语音识别 还有这个 自然语言理解 这样的技术 未来发展 会导致一个 什么样的未来 当然就我的 从技术上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 这是可以 可能做到的 不过 这个 这个 未来的走向 一会儿我可能想说 就是说 这要看我们人类的选择 这个没有什么 但是我想赞一下这个电影 我觉得那个含金量非常高 就是 它虽然没有什么人工智能的画面 但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 文化含量 内容 就是内涵比较丰富 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想 重点说说这个 这个 畅想 因为 因为未来嘛 我觉得肯定是现在不存在的 所以可以随便想一想 随便说一说 就是在我这两次 特别密集的 这个看电影的过程中 我会非常强烈的感觉到 就是 视频或者是电影的搜索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至少现在是可以改进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特别需要一个 我想至少如果我要动手做的话 我会特别需要一个自动的做 Abstraction的这么一个软件 就是 看了电影以后 可以把这个 这个 有 故事情节转折的所有的画面 能够自动的剪辑出来 配上一些 简短的文字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每个电影都花两个小时看 可能三五分钟看一部电影 我就可以多看点 来选择我在哪个电影里 投入更多的时间 那还有就是 有那么多电影 如果我想有个宏观的这个认识的话 我可以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做一下这个巨类啊 自动的巨类啊 分类啊 还有情感上的分析 或者说线索的分析 科技含量的分析 这些都是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来自动做的 我觉得也是值得做的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电影院 我们现在都是肩并肩地坐在这个屋子里 因为现在去看三维电影 它会发几个眼镜 大家也会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个眼镜 那么在我看来这个眼镜上 还可以装更丰富的 就是这个传感器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个三维的感觉 那么事实上这个眼镜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手孤或者座位什么 都是可以加一些那种 那个人为的电信号的刺激 或者其他的刺激 让你看电影的时候 诈一下你就会感到痛 或者是就直接会给一些脑电波的一些刺激 那么你就可以有更高维的电影可以看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电影院里边通过这样的一个眼镜 如果加上一些无线的传感器的话 是可以把影院里边的观众的体验收集到的 就是你可以知道这部电影放映的时候 有多少人这个心跳加剧 或者说在哪一分钟哪一个画面 大家会感觉比较感动等等 反正就是你都可以想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 从目前的技术来讲并不难做 就是在眼镜上加一点功能 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不同的人群或者不同的影院 这个观众的感受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我想来想去看电影 我们为什么要看电影 看电影 在我眼里它更多的是一个 就是social的这么一个方式 就是你情侣你可以一块去看电影 或者说几个朋友同学聚会一块去看电影 很多情况下 很多人其实看电影是为了 跟亲近的人一块 那么也许可以增加一些互动的方式 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戴上一个眼镜 我是可以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分角色的电影 就是我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几个朋友一看 或者一对情侣回来一看 他们俩再对一下 这个故事情节就完整了 我想这个可能也 反正至少技术上是可以做的 还有就是 就是可能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可能想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当然这个电影已经拍好了 但是我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脸贴在某一个角色上 当然不知道版权有什么这个问题是吧 我也想当个女 至少先当个女配角 那把我的脸贴在那个已经拍好的电影上面 我想这个技术上是不难实现的 那我每个人可以看一个就是我自己这个版本的电影 或者是说我不贴我 也可以贴一些我喜欢的明星 这样的话每个人可以看不同版本的同一部电影 我想这个技术上应该是可以做的 还有就是这个电影院 电影院我们现在都是一排一排地做的 不一定很舒服 也许未来可以有不同的场景设置 有一个你可以有一个table大家围坐 那样的话你的三维电影 那个主角可能还可以走出来 趴在你耳边说点话什么的 我想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吧 就是你有个table或者你有张床 或者你电影院 总之你电影院还可以更舒适一点 不一定大家一排一排地坐在那儿 而且也许你可以成为电影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你坐在一个table上 你这个影院里面的这个table的场景 可以到另外一个影院里面 变成他电影里面的一部分 总之反正随便想嘛 这个未来嘛 未来都是可以想象的 对 刚才我已经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非生命的这个机械的机器人 其实没有多可怕 我记得在看那个血洗乐园 就是那个西部世界的电影的时候 我的男朋友的同宿舍的女朋友 次友的女朋友是个中文系的妹子 她回来就 因为我看到电影特别激动 我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 然后她就说这个电影特别不好 特别假 说那么全能的一个机器人 泼一下水就不行了 我当时特别愕然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学科的分界线 就是在我那个 我就想一个简单的道理 一物详一物嘛 就像谈恋爱 A喜欢B B喜欢C C又喜欢A 这很正常 所以任何强大的这个个体 它都有它的软肋 它有它的弱点 所以就是在我看来 这个就纯机械的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就是说的这个半生命的 或者是新物种 因为计算机它正在 基础正在渗透到各行各业 其实包括生命科学的研究 这个无限在物理的材料的 这个化学的研究里边 那么就实际上是加速了这些基础学科的发展 那么很有可能会产生新物种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新物种 我们人类是不是会被这个新物种取代 那才是可怕的 其实纯粹的机械没有那么可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其实民用的研究 它的目标总是为了治愈现实的痛苦 并且它是有大众监督的 而且大家还在各个这个场合里 公开的场合去说 因为你要兜售 兜售 而军用的研究才是不可预知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它不知道的东西才是可怕的 那么其实科学家对未来的探索 它的核心目标是要认知世界 并且使世界变得可控 这是一个基本的目标 当然我觉得就是当这个技术 被用来做这个power的takeoff 或者是说做这个利益的交换的时候 它才变得可怕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 回到这个电影 我依旧觉得电影的核心 应该是动人的故事 而不是技术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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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